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念头也是 老了阴了都不要走 你看看 你看 炫了阴了 都不要你走 我不要你走 你管这事 你看看 阴山阴海的 老了阴了 管几千八 你看 你看 这家大楼都不要你走 你看 你看店面 你看这个银 都给你粘到这边 你看都粘到高边这边来了 你看 你看 银散银 你看 到这边 要到道边 啊 也是这样子 你看 都密密麻麻了 根本看不见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当时买的时候是475万 加上中介费总共480多万 在北京五环外 属于昌平 房子是2000年的 已经有23年房龄了 属于典型的老房子 小区里很多路已经有点破裂了 房子没有电梯 物业也很一般 一楼堆了很多自行车 当时首付付了400万 逃光了两代人省市检用留下来的积蓄 房子建筑面积103平 套内90多平 因为没有电梯 加上家里老人年纪大 上下楼不方便 买了一层 当时看上了这房子的户型 有两个卧室朝南 算是南北通透吧 加上房子的楼间巨大 虽然在一层 但是采光也还可以 但是卫生间是暗卫 没有窗户 不通风 买了二手房 房子已经装修过了 就直接搬过来住了 从居住舒适性上来看 确实跟我们老家的房子差很多 但是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间的地方 也算是有个住处 这边交通还算便利 朱小区就有地铁公交 边上还有一个大公园 之前我看过一个博主说 在北京不超过一千万的房子 基本上都没有舒适性可言 大家觉得花480多万买个这样的房子值吗 房子基本上都是穷人 富人谁缺房子呀 富人现在也不会把钱放到房子里头 只有那些炒房客忽悠穷人去接盘 从最后的转移的工具 最近看到有些银行说可以贷款到80岁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一个人还款到80岁 中国人平均寿命说是73岁多一点 难道死了还要还款吗 还是说让他儿子孙子再去还 这一辈子没干别的 性还款了 啥叫幸福啊 啥叫生活啊 这里的房子低着400元一瓶 仍然无人问津 就大家眼前的这些房子 低着三四百块钱一平方就能买到了 来来往往还有很多汽车 各种生活配套也很成熟 大家看一下前面还有工厂单车 这里就是河南省赫必市的山城区 一个房价比黑龙江城赫港都要便宜的地方 在山城区这边有很多这种老房子 这些房子建造年代也比较久远 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 现如今基本上都不能以银行贷款 主要原因就是房价太便宜了 7万块钱一泡房 又有哪个银行会提供二手房按借贷款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区吧 走在马路边这个噪音真的是太大了 连来往往有很多汽车 很多人说这个地方房价之所以便宜 是因为它是一个鬼城 其实呢这个说法完全是不成立的 我是昨天到的这个地方 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是很热闹的 很有活力 山出京城区常入人口有15万人 有这么多的人口 你说它是一个鬼城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看起来非常繁华 这些房子又都是70年的大产权 环境看起来也不错 为什么房价这么便宜呢 主要原因就是外签的人太多了 大家看一下这栋楼 这小区里面大白天这个太阳非常好 但是一个太阳的老人都看了 这小区里面入住率太低了 大家看一下这平时都是菜地啊 这个可以说是花园小洋房 一楼干花园的 竟然都没有人住 菜地都已经荒废了 房价便宜的主要原因就是 阿守房供应量太大了 阿守房供应量太大 是因为很多人都牵走了整体呗 但是大概零几年时候吧 市政府也搬到了新区那边 新区那边交通非常方便 旁边有高速高铁 而且在齐河边还修建了很漂亮的冰河公园 自然而然 也就吸引了很多老区的人搬过去 现在如今老区这边很多年轻人想如说结婚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到新区那边买房 而不是在老区这边 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解释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候 这个地方还有23万的常住人口 但是最近一次人口普查 这个地方常住人口只有15万人左右 不得不说呢少了这么多的云 这个房子的控制率一下子就上去了 大多数人看着这个房子 短期之内也没有升值的希望 而实在不断的贬值 因此呢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往外卖房 这边的房子 地质几万块钱一套 流通向也不是特别的好 甚至挂个一两年卖不出去也是正常现象 下班呢一天的工作又结束了 忙忙碌碌拼命的想发光发热 为得不过是重新过上一时就丑的生活 以及让那些把我踩在底下的人刮目相看 可是我努力了十年 不到三年就回到了原点 其他不办法一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买 药店人最近的生意真的怎么样呢 我这边确实不太好 我看了很多视频 好多药店人生意确实不是很好 在移改之后真的药店的生意是直线下火的 应该很多药店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他在那说连锁受影响比较少 连锁因为他的群体比较大一点 可能进化所有东西都会相对于单体会优惠一点 所以说如果说有冲击 可能相对于小连锁跟单体冲击是比较大一点 确实运改之后好像去年了肯定真的报销比以前是多了一点了 包括做一些小检查招销视频晚餐都会优惠了很多 所以很多人就是喜欢定点去进药 定点进药一般适合很多那些浪费的人 所以现在要点生意挺难做的 无论生意挺难做 像我们打工人不操心这些 我们只操心我们能不能拿到好一点的工资 就像现在一天也做不到工资钱了 真的挺难的 实体店为什么那么难做 各种花销实在太大 晚销的要又充其又怕又便宜 所以你说实体店能赚钱 能赚但是确实越来越差了 最近这两天经常说一些慢小吃的创业 看了很多那种思维模式拍视频的那种小吃创业模式 应该背后都是很大的一些人在操作 所以以前都觉得很小吃应该能赚一点钱 最近不是很火的那个地坛淀粉肠吗 应该也是就是割酒菜的一种 所以现在找这项目真的挺忙的 实体确实难做 你们有没有好的项目介绍一下 参考一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